欢迎大家一起来申请全英文授课计划 分享会让你找到伙伴 而且让我们教学一起更开心 好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来push 我要来当全英文授课计划的一个说课 来鼓励大家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申请 可以改变你们学校 还有你们老师社群的一些生态 也许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我们都觉得说自己很辛苦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想做到 是不是大家一起共好 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共编 其实大家就可以一起快乐 然后大家会用一些软体来教学的时候 也许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然后其实很多软体只要你知道了 就很简单 问题是现在AI的世界要买软体 真的很花钱 我自己很喜欢乱投资 所以就花了很多钱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来让大家思考一下 也许年轻人听的不会想申请 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这个一点都不难 说实话 这几年的全英文授课计划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然后再加上我执行的 那因为有了检视终点的补助 我们就可以找到社群的盟友一起来分享 那一切还是以公版简报为准哦 我只讲我的经验 所以我先秀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问我 要买软体要怎么买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学校数位精进计划叫我们填的表格 然后我们就填了CAMI 批改网 Waterwall Pedaly Moistube 跟Paradet 不过大家也知道 这个东西是大水坑 我们全校有200人 你要分给全校来用 说实话后来的水就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就买到CAMI 然后就派发了大概20个人 就多少钱了 一个人3000块 那20个人的话是多少钱 20×3000 我数学不太好 这样子大概6万块吗 那再来哦 可是问题你申请全英文授课计划 你所有的经费都是先给自己英文科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是我们学校买的软体 那我现在列的是过去三年内的 并没有说一次 所以先跟大家说时代会变 之前我们花了9万块买 批改网买 两个班改作文 作文是我们的头 可是在这一年之内 有AI AI的Brizz Teaching 跟很多软体 都可以免费的帮我们改 护照学生自己来校正 所以现在我不会推荐678 我会推荐大家可以让你的学生 或者老师买Chair GPT 4.0 那我自己投资一个月600块 20美金嘛 那你看600块乘以12的话 就是7200 是吗 数学不太好 余甄有老师 如果说错在跟我开个麦克风 那些不用啊 我们真的很感谢国家 帮我们买了这些软体啊 这些都是我们买给我们的老师的 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很多老师会检授终点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自己来讲一下我的感觉 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奋斗是值得的 那很希望大家 因为你与国外校技合作计划非常复杂 你要跟外国老师共备 你要找学生在周末上线 然后你要牵线 要于宴往返都要花时间 然后再提升高中英文成效的话 我觉得也很棒 要帮比赛比社团 然后才有经费 才能够做英检 就是推动很多英文活动 可是也很心酸 你办了英文夏令营 学生还不想来 办在暑假他们嫌太热 所以我要是往照附近的人 那职场英语文计划 培养我们技高学生 就是职场跟英文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很棒 那只是也是很心酸 也不是大家都想要去参加 所谓的职场英文应对 所以说学生们可能要用正课请假 也许愿意 好 那再来的话是 最重要是补助英检的证照费 学生们通过考试 所以职场英语文对我来说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 可是这些都有一些心酸 全英文授课只要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就可以做到 您不觉得很棒吗 然后再来的话是 他有30万再加6万块的跨校社群 所以我现在很火速的 要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规定跟计划 我真的太爱这个计划了 因为他让我们的老师 在用软体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上课会比较开心 所以不是自己人共好 所以大家一起来 你就可以快乐的用嘛 然后尤其像我们内力高中的学妹 图书馆主任 他可能就会认真写计划 所以他就帮他们的学校 买了一个录音室 很专业的一个隔间一个Q 那这个要50万 我升不出来 我目前没有办法 可是我能做的就是买软体费 我就编比较高 每个学校的需要不一样 可是我们听到很多学校都说 他可以买物品费 你可以买 举个例子哦 我们用载具 所以没有滑鼠或者是没有转接头 不方便或没有耳麦来做国际视讯 那这个才100块 你都可以编列简单的物品费 或者是杂质 然后来购买 好 那现在的话就把这个软 各位老师好 先要补充一下 很多老师都问说 那这些软体很想购买 要怎么购买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软体并没有要求说 软体一定要有代理商 那我们的话就是先编列好之后 然后到时候你就要请电脑厂商帮你来代购 或者是你有代理商 直接请他帮你出具所谓的估价单 还有后面的话通过之后要有收据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拿我们学校来举例 就是我们学校的话有这一个 你看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WordWord 那我就会买给我们学校的老师 还有社群的朋友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请他来做软体授权费 那要注明的话 是一年有多少人次 然后多少钱 所以呢 因为你找他代购的话 可能需要的是那个 10%的代购费 所以他会帮你顾好这个价钱 多少人次 然后多少钱 所以我只要用线上请购 然后呢 上面要注明一下 附上这家估价单 就可以提出来请购了 所以这其实很简单 那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了 你可靠的电脑厂商 那像Quizity 还有WordWordWord 其实现在都有代理厂商 Kahoot也有 所以你也可以去询问一下 哪一个人是代理厂商 请他帮你来拆估价单 然后 还有收据 那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桶编 5200 3008 像我们的话 是我们学校的都把背起来了 你一定要叫记得哦 工费 任何的请购都一定要有桶编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祝大家买得很开心 那这里的话是风商主要分享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会很想买很多的AI的东西 像我最近会买Pairdeck 可是我个人现在不会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Quizity 如果你买升级版 它就有拖拉 它就有画图 那些功能其实都有 那看你自己啊 不好意思 那只是说Pairdeck 是在简报中的拖拉跟互动 我每年之前都会刷 那我记得那前是3600 所以每个人的话都可以在寻价 Pool Creator的话是可以做电子书 然后呢 可是问题没有付费 只有40本 然后你要付费才能够用到你的三个班四个班 然后每个学生都可以做一本电子书 那再来的话是Quizity 大家都爱 就是可以知道后台学生作答的时间跟成绩 所以你要做后台的训练就可以了 那我是让他们做了之后 要截图上传在Google Classroom 所以我就是没有再花这一块 看你自己 那我个人认为Pairdeck一定要用 因为它现在有进阶到AI 而且让学生的作品 尤其是国际教育的交流 我非常推荐大家 那Pairdeck你可以写信给Pairdeck Fox 有一个 然后呢 它就有所谓的Backpack 我是买够的而已 就1650这一个 然后就买20个 然后其实还可以杀一点价钱 推荐大家一定要买Pairdeck WordWare是我们一直都很爱的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单字附级 模组各课都可以用 那另外的话 是Kami的话 是我上课每一堂 在讲解我的课本的课文 你不需要有手写板 不需要有iPad的Apple Pencil等等 你就可以先打字好 然后只要画记 所以去提神醒脑 又可以放大缩小 所以个人觉得 这是上课必备的东西 我记得大概是3600 3800 然后所以说 你还加一点代购费 另外的话 现在还有AI 像这些 像这个的话 是所谓的CodeSpace的话 凌云老师很会用 就让学生坐在3D立体的 这个展览馆把作品变成美术馆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那Quizity是我现在的第一名 我会花很多钱买这个 他一个人大概要4500 所以现在的话 你看4500 乘以20个人是多少钱 是不是就很烧钱 那另外的话 PUB AI也就是有点像 ChapGPT4的功能 你把档案放在网路上 然后把它上传 像刚刚介绍的 ChapDoc ChapPDF 那你就会把网路档案 PDF放上去 它就可以帮你分析里面的重点 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灾药的重点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投资的 那当然 ChapGPT4 或者是其他的生图软体 或者是你个人很爱用的软体 想要对教学有帮助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软体 这个计划的软体费来溢注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要申请全英文授课计划哦 软体的页面就把它收回 我们就回到这里哦 这里的话就是我的封面页 然后我要到中间讲重点 因为今天是要解写计划 不再讲教学内容课程嘛 这里这里 我跟你说 以前的话是季高 两周一节课只要70% 今年完全松绑 第一个大家一定要来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国教署的 全英文授课的网站 这里有计划说明 我刚刚有开俊杰老师的 来这里哦 因为你才知道原来更好了 更加松绑 今年的话是哪些学校会中 我告诉大家实话 我认为 有申请就会过 虽然号称竞争型计划 只要你有提就会过 就这么简单 那就算没有剪得很好怎么办 很简单啊 修正后再通过 学校一定有人写过计划 就问他 或者你也可以问我 然后再来的话是 经费编列一定是会计 会计要点头才会让你送出去 所以你就是要扒着会计 问很多小东西 我都不知道 然后再来哦 这些有参加 有送过有 你们的老师 因为这个礼拜二才截止嘛 我们学校的老师申请 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这个优先录取 不过说实话不用担心 现在其实你有申请就会过 那再来哦 你看 以前是每个班每两周一节 现在不是 现在你只要选一个班 两周只有一节 讲了比较高程度的英文 他连70%都没有要求 很夸张 他现在啊 竟然是说 因为每个学校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是鼓励我们尽量用英文 还没有叫我们规定70% 现在多棒啊 再来哦 我没有收业佩费不好意思 我真的只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东西 让我觉得很喜欢 然后再来哦 与国外校计合作计划 卖杆 还要半夜视讯 都还没有剪终点 我实在是不太懂为什么 希望能够剪一下终点 可是这个东西简单可行 又可以检听我们的负担 然后又可以剪四个终点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一个学期有3万多 何乐而不为呢 那这里哦 你看 我们这里的话说要主社群 然后呢 要有两个以上的老师去进修 那你这里的话 本来要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公开观课 108不是要公开观课吗 我们是不是要写条案 还要录影 这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你就把它顺便上传到我们的云端 那一个学校其实只要一个主力就好了 以前是受课的社群老师 每个都要写 然后都要申请 现在不用耶 全校只要缴交一份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人主力 就是你了 计划执行者你就负责写一下 这个东西我就万用的过了3年 所以我们有范本是秀兰秘书的 那很抱歉我不能整个给你 我等一下会秀给你看 你可以自己截图 因为昨天的那个与国外校记合作计划说 如果你把一个范例给别人 那全台湾他就说那一年的话 全台湾200个大家写的都一模一样 我知道大家会直接抄 不过我们就要reverse一下 知道吗 好修改一下就好了 不然太明显了 每个都长一模一样 因为每个学校的学生特质 是不是课程里面设计不一样 那你说老师 那我不会写 现在有AI 你就去AI 然后挑他的范的那个文章 是你要的 举个例子 雪莉老师很喜欢科技融入教学 可是你的孩子 也许你不喜欢科技融入教学 你喜欢的是绘本或者是桌游 所以你的课程也可以走这个方面 让他去实作去体验 不一定说一定要科技融入教学 因为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载具 然后对我来说用载具 然后设计一个软体善用工具 我的备课时间就减少了 所以我超级爱这种 然后如果用桌游就要买桌游 然后你要去设计一个所谓的逆势逃脱 比如说真具体的 还有导览路线 对我来说都有花我的青春时间 需要缜密的课程设计 可是对我来说偷吃部的 是有一些软体像Quizzy 本来要两分钟备课 现在一分钟 所以我爱的是这种 所以每个人学校不一样哦 所以每个学校也不一样 大家要自己写自己的 有一点小小不一样 那我只分享我感觉的 你看 现在真的太简单了 然后就不小心把我写的教案 然后他去投稿 就是本来应付国教署成果报告嘛 然后就顺便赚到一个奖 所以都会给大家看一下下 不难哦 真的不难 那我们学校很赶 3月8号前要缴交 各县市的同的老师也不用担心 你现在有饭本呢 把秀兰秘书的拿下来 然后来修改段落就可以了 好来 那我们现在火速来看一下 我建议大家你的东西就要上传云端 你看我都快爆了 所以我现在只要把它打开来 有各个年度的 我现在直接拿我112学年度的计划 的那个规定给大家看 会比较快一点 好这里哦 那 这个的话因为你没有做过行政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就有所谓的活动申请表 还有印领清策 然后还有的话是说 你外聘奖师2000块 那可是如果是我请文华高中秀兰秘书 来分享只有1500 然后还有一些规定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到时候 在编列预算的时候都需要再了解 那我现在直接拿我们学校的计划 申请书火速开给大家看 好好给大家感受一下 没有我真的很懶 抱歉 就是三年大概修改 我今天要加上我AI的授课课程 这样子 好这个大家自己写哦 每个学校是不是情况不一样 我们就是跟注册主要指示 根据计划的话 检授终点是有帮助行政的人 帮助做这个计划申请或者执行的人 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老师来做 你就要让他成为邪行教师 然后让他能够做一些事 比如说我们外聘讲座 就请他来帮忙做海报 或者是帮忙 你考虑一下他们要做什么 那对我来说做海报很简单 然后联络老师都简单 可是实体的时候要布置很麻烦 就请老师来帮我 那老师你要一起来哦 我们是当然成员 不用让他们每一场都来 可是来几场嘛 然后再来话 是你让老师一定要上台分享 我们参加快乐的社群聚会 我们请他在我们的社群 顺便给他内聘终点费 老师都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他就是赚到一些实际的报酬 然后又让他对我们这个社群 跟推广 整个英文的教学有贡献 这是我下学期要努力的 我们上学期有持续的做社群的经营 有阿Ben 可是好像没有请老师上台分享 然后我就会各个急迫 我有请那个 Winny 慧莹老师 在我们技高共编分享 然后玉婷跟林娟老师 就请他下学期来做分享 这样子 然后来帮我来做研习的一些工作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OK 不然的话 依照计划的话是检受做的 因为大家很可以的这个 就是你有帮行政的 各校自己弹性决定 所以我们自己弹性规定一下 怎样 我想快一点哦 那再来话失知背景 就是这个有点个资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把自己老师 就是他们共编 教他们自己填一下自己的东西 但是这是我们跨校社群 很好玩 这本来是我们台中 是Inspiring的社群 我就把全部拉进来 那我也莫名其妙的加入别人社群 跟大家说 跨校社群的话可以多6万 然后你让他线上 跟你们所谓的实体线上混成就好了 所以我就叫莫名其妙 也加入彰化艺术高中 也加入了别的学校 因为现在有meet啊 你们在开会你再开个meet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请那个有效老师 分享一下他们教学的经验 这样子轻松的就有所谓的 又给他一些补贴 然后能有出席费 或者是他的外聘终点费都是可以的 你们又可以为自己的学校 增加一些杂志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我编列的怎样 好 所以我这个有点多 我觉得这里比较难 这里是预期成效学生 你希望学生会怎样 我就想像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之前就是写这样子嘛 那这个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都可以Google 或者是AI搜寻一下 Gemini有三个炒稿 然后当然你不要说老师直接照抄 因为你要看着他的东西 再去无存经把它贴到 你觉得你可以预期做到的 这样子 不是叫大家抄 只是叫大家有魔本 可以去修改成 视性化 Individualized Project 大家应该知道 好来 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有点偷懒 我就是照我第一年写的 110学年写的 到现在过了三年 那再来的话是教师专业成长 就是让老师变厉害嘛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我又开始掰了 然后会设计素羊导向 什么叫素羊导向 就掰一下 然后再来会去参加实体联席 跟线上教学经验分享 就是推己及人 所以这是真实的 他们就是可以贴文 然后呢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老师可以学的开心 就是我讲的是真心话 那社群发展就是 我们要怎么来做这个社群吗 这是我自己想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别人的 那所以我不见得 每个人写的都正确 秀兰秘书写的 可能就跟我不一样 他们认真 就是你校内老师 认真的办校内的社群的分享 那我们的分享比较简单 就是校内老师自己分享 并没有请外聘讲座 外聘讲座 我把它变成是全台湾性的线上 想来的都可以来 就是把它扩大 那个几百个人都可以来 请到书琴老师啊 还有你们博会校长 还有中午老师的实体工作方 且荣厚在说 这地方我就不多说可以吗 因为一个小时 现在已经20分了 学校特色提升又开始 开始掰了 你知道的 就是比如说你知道的 就是 让学生啊 台中加上的升学率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呢 分享经验啊 怎样这样 这个就 一样自己掰 再来这里话就签名 好来下面哦 这什么 你看好简单 这计划好简单哦 这样而已耶 就失业了 你想把中间的东西你想怎么做 你想达成什么目标 写一写一点都不难 而且写了一年 还可以用三年再持续修正 我就打算持续修正 那在经费申请时表来咯 因为这个计划 他规定本来是上下学期到来看我公开关课 那后来改成一年只要一次 然后你可以采取的是上学期是直接视讯来讲一讲你的报告你做什么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咨询费至少要编两次 然后在外聘终点费因为我非常喜欢办研习 那听说其他有效并没有说一定要办很多场研习 所以这个看你自己我就办了20乘以2000 因为20的话如果每个是三小时我可以办六场 那如果说我要办工作方哦 三天工作方18个小时其实一下就花完了 那规定是说你要把你想做的什么事都要写清楚 你要邀请谁就是我很爱的老师绿军老师 对不对 那这时候大家注意哦 其实 后来我们会计又说你明明写这样 为什么你会来找别的老师 所以我写信给师大的那个系问说 如果老师骑程不行可不可以更改 他就说可以 我就把师大英文系的助理的回信 再把它截图给会计会计才通融 每个会计的严谨度不一样 所以你这里要先写清楚 到时候还是可以弹性调整 因为不是每个老师都可以愿意接受 我的档期跟邀约 我们就可以弹性换 可是一定要写哦 没有写一定会被打枪回来的 你可能要二教三教 那再来内聘终点费就1000块 这个超好的你知道吗 内聘终点费 你就可以让校内老师在教学研究会 或者任何会议 或者你就让大家 因为对自己人 大家会降低焦虑的心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分享 真的很棒棒 然后他们又有钱可以拿 他们都很开心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编多一点 我就这样子来促成 我小小想要改变的心 那这个地方国内净修费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哦 这个有分学期 一个学期两个人上下学期就是 四四二乘四嘛 二然后啊 我 每次都是1月底才要刷卡 这个地方你可以找Amazing Token 或者是Cambly 然后或者是很多国外的一些 Twitter ABC都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哦 你要注意发票要统编 而且日期一定要在1月31号前 我没有老师1月底刷卡 可是发票忘了统编 拿到2月的 只要用下学期的 这个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今年去年新的 我很痛苦 因为啊 这个要求你要去进修国际教学证照 还要有教学法 所以你要去参加一名老师的 澳洲的那种外国大学的课程 那问题是他档期很少 所以我们就选的是最简单 最低标的 等一下给大家看后面有办法 就是去考多亿 可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多亿要求要C万 大家知道C万是多少吗 C万的话就等于是945分以上 这个地方要去报名 要刷统编 然后才能够哦 才能够去那个 拿着证书通过的来申请 1700的补助 这样子 因为你要找到那种国外的 那国内只有空中英语教室 有办全英文授课工作方 不过这件事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要叫老师啊 三天上众路老师的工作方都有困难 他们真的愿意去上那种很辛苦的 很认真的英文工作方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就需要大家来思考一下你的 你的学校的老师 所以我编的很少 我就是编说我们去考亚师的钱 那再来的话是社群运作是什么 6万块等我一下就在下面 这里的话用数学算都一样哦 真的 420再乘以18周再乘以那个什么几节课之类的 关于减兽终点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关于 A师如果他是专任老师 他的基本终点是16节 又执行全英语寿课计划 那可以选择两个 真的让他能够少四堂的基本终点 去执行我们行政业务 那这时候他多出来的四节课怎么办 基本终点 就是帮他上的老师就要补给他四堂的终点费 所以要编列 那也可以选择那个老师他上16节 那我们就额外的补给他四堂的终点费的金额补助 所以看老师他要多多时间来准备 还是说他金额的补助都是可以的 所以基本概念就是那四堂课 还是要给 编列给上课的老师 再来的话是代课费 我跟你说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那种会议啊 你怎么知道要办几场 你也不知道那老师在未来课表是几节课 我真的觉得不要编 免得自己砸自己的脚 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 不然你自己算一下 你大概那一天出差一个老师可能三节课 然后因为现在的会议有很多是线上的 你根本不用去啊 所以这件事还是让我觉得很困扰 而且代课费就是有点麻烦 他都要教学主 就不用啊 我是觉得不用啊 你可以编也是可以的 就是比如420 再乘以10节课就4200 那个老师要去开会 你就叫他去报告一下 你开会的重点 然后来分享 这个也是给我们新的知识嘛 研习的新的知识 内聘终点费 真的是很棒的哦 又简单 那教材教具费我去之前有编过 我也很爱 只是今年有偷懒 就是那个1、2学年教材教具 就是可以买跟英文有关 又我有买的是桌游 因为桌游的话 你给他们一些任务的话 你的只要用Classroom English 你要做全英文授课就比较可行 Hey now we are going to play a certain kind of boog games and listen carefully here are some steps 就这样子 所以桌游之类的 我也曾经花1万块买过 这个地方你可以买这个 那另外我还要去诗德的网站 去买很多节庆教学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诗德网站有非常多的教具 好 那这里的话要去 那你怎么真的复杂哦 你要列 比如说万国旗 两面 2×100 你要做一个设计 要这里写的很详细 我可以找去年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每个东西都要详细的列出来 在你的概算表 资料收集费一样 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有图书馆 他叫我买英文书 所以我之前都有列了 那如果你没有这方面译注 就可以在这里写 你要买简报 要买多亿的书 或者是英文教材教法的书 一样 就是采取那个买书目的哦 详列书名 还有他的那个单价 跟本 他作者是谁 就要详细列在下面 我最爱软体费的各位老师 等我一下 特别重要要特别强调一下 各位老师 为什么我们要写全英文授课计划 目前大家一直在炒减免终点 可是我不觉得检授终点有什么 就是 第二名 有钱很开心 but money is something but not everything 其实我们教学最重要是要快乐啊 像我刚刚上了一节课 我在讲那个移工多么辛苦 来播影片给他们看 他们就第一节就很破碎死了 所以我们就让他用线上的一个学习单 打个网站 那学生就做国旗配对 突然就行了 这个就是任务跟软体的好处 又简单 所以大家其实要focus在这一块 软体费可以改变我们教学的品质 那你看我这里哦 我就改用过去的 因为我现在懒得去询价 你就拿过去 因为后来可以跟他说 因为实际需求就改变嘛 你看 我就写批改网450块 一年内授权 然后呢 就是 就是450乘以200个学生 就是9万块 就把9万块先框下来 然后到时候再弹性的调整 这样是可以的 不是 会计说可以就可以 要看你们学校可不可以改哦 如果不行的话 请你问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说可以就可以 真的 那再来印刷费 我跟大家说 印刷费 千万不要浪费纸张 在这个AI的世界 我的意思是说 有老师说要印我的教案 我心里想我教案给你连结就好了 你干嘛要印我的教案 学生建议给老师 老师根本不会看 对在旁边当极灰尘 如果您真的要做印刷费 我建议大家 不知道可不可以 要问一下 我觉得我用印刷费来做那个标语 就是英文标语 贴在阶梯 或者贴在我们的恒栏 这种印刷费啊 放了几百万年都不会烂掉 我觉得这很棒 你干脆要印刷费就做这一个 千万不要再印什么研习手册 先把懒人包连结给大家 我们才会点开来直接看啊 好对不起我的个人意见 尽量不要浪费太多的国家经费 那英检报名费 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学校已经有申请了职场英语文 我已经把他们申请了两万五的经费 所以我没有报这个 那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啊 你给他之后 他常常都没有珍惜 你很难预估那一年会报名哦 你说跟有这个 偏偏他不去报名怎么办 你都已经送件 就是可能 那就是当年情况 你就跟他说 先申请先赢吧 因为我们以前有证照补助费 常常学生们都没有认真利用 那可是 如果你比较少写计划的 其实可以做 因为以前有证照补助费的时候 有10万块哦 我们那一年多亿考到中高级的 就是暴冲 75个学生中有50级的过中级 中级不高嘛 大概才550分 我们是应用科的 就是大家就愿意去考 所以这个要看每个学校的情况 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别的东西的补助 我就没有再申请 那再拉回来哦 你看这里 这还要写一个办法哦 那散费我跟你说散费 就是 便当不拒 何以拒人心 没有便当很难让大家 你们要减轻压力的话 就是我们就哎 我们中午来开个社群便当的会议哦 大家一边吃便当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教学的心智哦 那当然要有一个人先当主key 来拉 来做一个编 编的 我可以找一下阿Ben的给大家看 所以当然还要安排装脚 分流来分享 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又开心又有充实 比较不会浪费国家经费 我们目前的难题是已经给大家了一些 软体 可是老师照样分享 他们就面面相去 这时候可能在分给他们经费的时候 要先说 那到时候呢 给你们 那饼干或者是那个升级费的时候 请老师 只要5分钟 只要对我们社群老师讲而已 很简单哦 你很棒老师 你一定要做 你就是给他那个推一下的力量鼓励他 老师们 就会愿意分享 然后又拿到好处嘛 很少人可以拒绝我们甜蜜的诱惑 所以是可以的 这样子要注意哦 所以散费非常重要 我都有想好 几场刺激几个人 我们学校就20个英文老师 可是因为我们太认真办了 跟各位说 阿斌太认真了 上学期办了那个 7厂 下学期办了6厂 我的便当费快不够了 所以我就要找别厂来支应 这样子就别的计划 那 再来的话是这里 就是这个是数学 就自己算一下 那杂志就跟大家说 杂志非常好用 杂志的话 我们好像是规定那个 哦 40万 先变40万 就是35 4万 反正是有他的计划的总额嘛 所以我都是尽量编到最高 然后呢 为什么 因为杂志你可以买很多的文具用品 跟纸张啊 你办研习的时候都很需要这些耗材 甚至是那种就是文具 研习会用到的东西都可以 那我们看这里哦 其中上面是不是6万块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要办工作方 我很需要那个外聘讲座 所以我就在三天 我办中午老师的工作方 就是用三天 然后我就把这里全部都花光了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很认真的想要推资讯 融入教学 那每个老师想法不一样 有些学校会把内评论弄多一点 其实大概就是这些费用都一样 就是全英文授课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 mini的一个 跨校社群的计划 另外要写出来 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子 你看 所以老师们在研习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美味的便当 有没有很开心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写的很简单 因为你要想那种可以执行的哦 那个其他计划我有写公读费 可是公读费有点麻烦 这就融后在表 什么东西都有 其实计划都一样 只是你要挑你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执行的 那另外你有没有发现 我没有编交通费 因为交通费 我们学校要用所谓高铁 所以你的学校要高铁的话 你就要想清楚 你要找老师几个人来 那我的咨询费是齐芬老师 他在台中他不用交通费 那中文老师来这里住三天怎么办 就是可能呢 他就是只能够申请所谓火车票的费用 你就编个火车票的费用 或者你想好中文老师是高铁来的嘛 那你就给他那个 来回就是比如说两天 然后1400再乘以2之类的 让他每天来回也可以 那比较快速的就是编内定终点费 有些弹性的地方就请你自己再思考一下 好那我讲到这里哦 那你看 全英语教学计划 表示我刚刚写的嘛 是不是就把我平常在做的事情把它列出来 这里就是我们学生自己的特质 然后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我想用教学法是沟通式 资讯融入教学任务式 分组学习 再来多元表现 大家在网路上都找得到相关的资料 那多模态我第一年不知道什么叫多模态 后来的话 老师你一定不知道在说什么对不对 来老师不用担心 当然你可以在网路上搜寻像AI 另外一个再说一次 如果你要网站 那等下开麦克风贴给你 因为在Inspiring都有这个 这里有典范教学的授课访谈影片 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学方法 然后就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这是国教署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在赚钱 好那我贴一下网址 在Inspiring都有哦 等下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都在里面当我的宝库 那火速拉回来 因为到现在没有讲得奖教案 哇 现在开到哪里 好老师我们赶快赶快 因为我已经讲完了 我的计划已经全部给大家看了 好 因为有学妹她没有写过 其实这么简单 这个计划是轻薄短小 非常短非常非常小的 这么简单 你只要写中篇很像我们在写教案 在做教征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会写这种 哎我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要做什么 所以你这里只要把预算 编列好数学不要算错哦 因为我每次都被那个会计啊 修改好多次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详列而已 就这样 我真的觉得我很爱我的 我要照这样子 然后暑假 寒假 还要在办工作方 那另外的话 教学纪料本来一人一份 其实现在只要一个老师一份 所以你只要一个老师写就好了 你看 我把我这么会用的软体 全部写出来就好了 就看起来很厉害了 然后再来的话是要怎么样来评量 那怎么样来强化口说 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在特别强调 因为他希望我用一些实际的讲清楚 所以我就会有露营的 还有英语 我就讲清楚啊 那 怎么善用国家的资源 所以你要讲清楚 学习吧 然后甚至把我自己写的一个那个什么 写在inspiring文章贴上去 然后就觉得我好认真 那预期成效就是把前面的东西再贴一次 很偷懒 可是我们真的很忙哎 你看预期成效就把再贴一次 那这里的话 你要把那个实施计划这个是公版的 然后变成台中加商行政会议通过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也很难哎 我现在才看到是C1 吓死我了 希望我们的代课老师能够成功 好 那这里两个月内哦 所以你要结案最好是6月 赶快把东西都做一做 7月就是要结案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老师有问题吗 所以这里就是补助生的 都是学校那个公版的简报 就麻烦大家帮忙自己看一下 然后就寄来了 那现在回到我的教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 各位老师 给大家看一下我真实的那个资料夹 就是你们会担心的是写计划很难 现在已经给大家看不难嘛 那执行难不难 执行就是要有一个人去做请购跟合销 其他授课是授课老师的 就是我们平常上课啊 我们平常上课的话 是不是只要你多一点课是英文就好了 现在连70%都没有要求了 那这样子还不申请 真的太难过了 我还打算软体费写高一点 写10万块 对不对很棒 那再来哦 你看他要求的就是这个教案 你要给教授在咨询辅导的时候 一年只要一次嘛 所以我就是每一年都要写这个教案的格式 好 然后呢 因为我已经写过一次在这里 我可以给大家看 我已经开了 我记得我有开了 然后呢 火速看一下 这里都是已经全部都写好 因为我都教听讲课嘛 我现在每一年 只要把我上课要教的东西 把这里改一改就好了 然后呢 很多东西都一样嘛 这些就是那个总纲 跟领纲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只要讲中间 我到底教授来看我这一节课 我要怎么样来设计 我这50分钟的教学内容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写一个教案 可以应付108课纲 又可以应付全英文授课 然后又可以就是顺便参赛 得到一个奖状 我觉得不难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就是把 这个流程把它写过去 然后教学回馈省私提醒 这是草稿 所以好像后面还没有写 应该是要写完整一点 那我们老师来公开观课 来看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用共编 就做一个scan code 然后那时候的话就有谁 那时候很盛大 其实我很紧张 不过我还是做我自己 等我一下 因为每一年都一样啊 我后来就偷懒 就是都是一样的 就同样的表格 你看 就让他们来记录 然后就交件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老师给我的那个 公开观课的表格 然后这里的话 是要给教授 就给我们上课的内容 跟档案 就把整个给我们的 齐芬教授 那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给大家看我的这个照片 在这里在这里 这里 你看哦 你只要到inspiring的社群 放大镜在左边在右边 都可以搜寻全英文授课 就有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你唯一会担心的是 每一年一次啊 教授会来看 教授很忙 所以 我的意思说 教授会比较高 比较理论基础 我自己做的很开心 教授可能会看到我的盲点 所以我们多一个智慧眼睛来看 很棒啊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不够厉害 才是高中指导师啊 然后我觉得教授来 总是要给我们一点意见的 如果教授有说什么意见 我都说好 谢谢老师指教 然后我们再改进 就是这样就好了 所以 就很爱齐分教授 因为他是真的跟我给我意见 跟我说 我哪里做不好 这样子 因为我举例 有人要加入吗 好 我说 所以这里的话会来的就是校长啊 还有那个助老大 然后呢 我就实际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 前一天 我跟你说 其实大家看到校长教授来 正常学生就很认真 这个其实蛮好的 突然效果非常好 前一天他们还在给我供编 乱画这个我就哭了 结果那一天就表现很好 连打到他们导师来看 教授就帮我写这个嘛 就这样认真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啊 有些活动哪里做不好之类的 大部分是称赞 只是哪里也要做这个建议这样子 没有关系啊 他们超认真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影响一下老师 欢迎他来看 那他不想来看也没有关系 那这里是阿伯就顺便教一下 那个我们用的软体 你看啊 实际的话并不是这样的 那另外的话还有档案 我记得还有那个秀兰秘书也给我指导 好就这样子 那再来 再来火速火速 我看要讲我来讲什么 我们先讲计划 然后再讲我得奖的 嗯 哦 就是如果老师您是那个行政小白 从来没有写过计划 其实我都一个人做很开心 那大家现在发现还不错 就很开心 跟我们一起来吃便当啊 聚聚一样子 就是 经费概算表比较难 然后找会计就好了 好 然后再来的话是 减收终点 像我们学校就要写千层 所以像这样子啊 你都有模板哦 其实网路上都有 或者是你们学校一定有老师做过 真的 只是不是你 所以你只要跟他要来 就知道怎么来做减收终点 最后的来申请 这样子 一点都不难 然后像你看 我们就要做所谓的全英文活动的 申请表 然后呢写清楚之后 然后给他多少钱 就是同样是 你只重复做了100次 就很熟练了 那问题是台中市的经费 等到12月才来 我就叫老师先分享 后来才给他 就是很困扰这件事 很不好意思 你看啊 不能认真看老师个资在这里 好 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的申请计划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 如何来改变全校 来愿意来用软体来做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你们就让教学研究会 像我们学校是 礼拜二下午1点到3点 我们就叫他们12点就来开会 他们来吃便当不会拒绝 那我跟他说 等一下我们快一点开完会之后 那我们来请老师来分享 我跟你说 这一招很有用 因为你既然12点都来 都吃完便当了 然后一点没事了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本来你要做多少事 想要几分钟就做完哦 这个成效非常好 我请了那个谁 孟乔老师来对我们教学研究 来讲Core English 大家都说很赞 然后都没有人离开 然后另外的话 请我们老师自己来分享 这个效果都很棒 所以你要做到所谓推广 这个才是难题 那现在拉回来 我跟大家说 这里的话先讲好玩的 这个计划已经给大家看了 我先关掉 那个如果你要做经费控管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Martina 他已经写完113计划 就不管了 他很好心 他连报名 那个Google认证 都帮我们申请报名费 可是我觉得报名费应该自己付 所以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你们就可以看贵校 比较希望是外批还是内批 还是希望多一点钱买物品 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多计划 其实你们很缺什么 我举例哦 我现在手上没有 无限减报器 逻辑一个要3500-3600 我现在手上至少有5个 就是这几年的计划 还有什么高级的选人的那个麦克风 我们学校好几个很多 所以真的有物品费非常棒 甚至像有大夫妮有买标签机 我心里想自己买就好了 所以编代物品费啊 那这里的话经费控管 我有别的方法 因为我们学校有系统 所以我就会像他讲 你这样自己用试算表 来做一个所谓经费的列管哦 这样子才会很清楚的 知道钱花到哪里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示范 他花了什么都会写在旁边的分页贴在这里 你才不会错乱 然后我自己是用我自己的资料夹 然后用学校的那个档案 所以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范例 因为为什么 有时候我在网络上请购了之后 结果我后来没有做我忘记了 这这样不行哦 后来你在做核算 我都半夜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学校 因为学校那个 请购信用在学校才有很麻烦 你一定要记得像这样子 有花完了就给他记录一下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到后来 经费差一块钱少一块 无法结案 所以这个是你看他都还有这个 你看 下拉式选单 我拉大一下 太可怕的女人了 善用Google是很有道理的 等我一下 放大这里 结案核准验收发票结案 因为我太多案了 我真的会忘记 一定要像他这样子才是一个精准的 行政效率达人 Sophie要记得找他来分享 那再来的话 我要讲一个好玩的 我先关掉 就是啊 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你知道有什么烦恼吗 我举例哦 因为我得奖之后 我在办研习的时候 突然那个台北市 台中市政府叫我要写一个新闻稿 说我这个教案为什么会得奖 问题是 那个是我三个月写的 那天我很忙 所以我跟大家说 你一定要善用AI 那AI在修正吗 chad doc 或者是chad pdf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 我用chad pdf是什么 你就把这个计划 我这个得奖交代上传之后啊 他就叫我要写新闻稿嘛 写说我这个教案的亮点跟特色 可是虽然我很懂我在干嘛 可是你要叫我写 我还是要花个半小时 一小时 结果把他丢上来之后 他真的很可怕 AI比我们还懂我们呢 他咻咻咻 就帮我写出来我的亮点在这里 真的 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很了解 然后我做什么事 就是我用中路老师的那个什么 大可的文字的照剧接龙啊 然后我用Daphne教我的那个什么 chgbt的 然后文生图 Canva什么的 然后他就比我还厉害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来修改成 我要的 就丢给那个股长 人生本来要一个小时 就变10分钟完成 所以大家要善用AI来完成你的行政作业哦 如果你要buy的话一定行政减量 可能就要靠这个 那另外的话是 我们可以用chadak来干嘛 来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目前已经花在chadgbt了 我就没有花在这个 如果你想要升级买什么软体 就一定要用这个 你看哦 我免费的一天只有上传两个档案够了啦 反正你也不太常在做那么长的论文嘛 那你看哦 我做什么事 我就是把我的全英文授课的成果报告的成效 把他丢上去问他 他就给我了 然后甚至是台中加商的计划来了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整个丢上去 我就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职场英文 一个是全英文授课 然后我跟他说什么 请比较这两份计划的亮点差异在哪里 他就马上帮我咻咻咻写出来了 连第几页都读出来了 既然这个世界上有AI 何必要让自己太累呢 这种行政的东西 你先把架构先写给他 再找我们的Gemini或者是确GPT来写 都很快速 所以写计划现在有模本在修改 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那些琐碎的人生 你一定知道的 请讲师要联络 然后你要申请 你要核销 然后你还要再鼓励大家来参加研习 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比较难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如何让我们老师更好 真的是很难哦 这我先关掉缺Duck缺PDF哦 PDF只能改1个 可是Duck可以改2个 那现在我来讲一下我的得奖教案 火速 对了 哇 我快嘴狂飙 你知道的 因为教授要来嘛 我只讲一下下 所以因为我们要学很多有的没有的 真的很感谢神人分享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就会在每一次啊 你看这里 第一年的话用到Pairdeck 或者是World War 一直很爱Pairdeck 或者是World War 现在啊 有Quizity就不用用Pairdeck 就不用画图托啦 你用Quizity都可以取代一切的 来这里 那你看我用那个Gymkit 或者是Gymkit 或者是Kami 或者是Fibrofi 再加上Slide共编 那这个是因为是给教授看的 那我又很熟悉 那基本上我们建议是一节课 最好送两个软体就好了 否则你会很兵荒马乱的 那我们学生都还蛮熟悉的 所以那一堂课是示范 就是那个他们乱话的时候 其实教授会说 你也太强了吧 怎么那么熟练的转换四个软体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用 在让学生表现好 这样子 其实没有 真的 只是说 你看一下你的熟悉度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那这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那个学习分享的 我不给大家看一下下 简单讲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得奖的 得奖真的没有 就是顺便的而已 你要交成果报告表 就顺便那一份就可以投稿 哦 那教职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也可以赚一点奖金 或者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很好 所以在这里诚挚的拜托大家 就是如果未来 你有一些很好的小学小点子 都欢迎在Inspiring 或者是Google的G1G 或者全台湾最大的Dance with Stars 来分享 真的很棒 好 来拉回来哦 所以我下一年又在想新梗啊 Google Doc的下拉式选单 然后用那个Wordeworklingo 然后再用Kami 然后再用Speaking Card 然后再做那个Educate Play的作业 很忙哎 这理想 理想是这样实际上可能会 就是很敢 会拖拉 那实际上让他们逼离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累 那另外的话 是我这个学籍得奖的在这里 感谢Daphne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 跟我们的好朋友在线上分享 我就把它搬来用 然后变成改为自己的 这里的话 是因为我用Purchase Return 来做退货 退货片 那我们就用影片来引发他们的兴趣 那另外的话 讲解我都是课文讲解中Kami 然后你就开Meet 所以全班都看得到我的画面 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大屏 他们就看得到没有 因为会被头挡住 可是我觉得Meet很棒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再用学习单 让学生来做文 Canva的文字转图片的训练 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学习单 那另外的话再让他们来 就是用Canva来做新闻主播的录影 这样子 那时候他们就会忙 那最后的话就是缴交一个新闻主播的影片 变成作业 就这一份档案 所以本来是在做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照片 就这样子 那主播影片在这里 看一下分页 今天我们会谈讨 a recent customer service scenario involving a return request for the fatty item in modern hello it once and it didn't work I'm sorry but our return callers 好 那有發現學生們未來錄影做得比較認真 所以我覺得Podcast跟錄影是一個非常棒的 那在此還是感謝我的好朋友神人熱氣球老師 因為如果我們家的社群啊 以後會前驢即窮 不知道要設計什麼新的 可是因為我周遭太多神人了 每天都玩一點新的 我們只要偷他的 我們要用他的一些些 用在自己的教學 然後看到學生醒了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還是誠摯大聲 呼籲大家 我們就一起來共好 一起來看 那看到好的就可以用自己的教學哦 然後看到學生眼睛亮起來就很開心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拉回來看一下 那我今年的話才上學期才做完了 我就是用Defit跟CuriePod 來做我的教案 然後如果有機會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52分我的媽 來教案在這裡 等一下我把關一下 得獎教案哦 然後為什麼要講得獎教案 就是很不好意思 其實也沒有很認真 只是因為講得獎教案 大家會比較想看 有老師說要看我的教案 也還說什麼還要印 不要印啊 真的是本來交差的 只是我做了什麼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份哦 那他有20頁 後來我有把版面說改 所以你現在變23頁 很不好意思 然後呢 影片就是我印付交差用的那個影片 在這裡 各位老師 在這裡 那這個的話是我自己每編過的 他說比賽的時候不能夠每編 不能夠轉接 不能加任何花編 所以有比較陽春的版本 然後給網友看就會出現這一個 好 那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目前的話只有992還差8個人就1000了 就可以手機開直播 沒有切到螢幕哦 哦沒有切到螢幕好 謝謝老師 等我一下 停止共用 因為我會忘記 所以我直接開整個螢幕畫面一下 謝謝大家 好老師有看到我這個教案嗎 這個就這一份 我說真的 我就用這一份 那這一份是什麼 這一份就是他比賽那時候就出現 我就心裡想那簡單啊 反正我本來就做了嘛 那你看這裡哦 就是把基本資料填一填 然後呢 他簡合表之類的 授權書 然後呢就Kemi的簽名 然後再來畫這裡啊 就是是不是我本來寫的 是的 他是我本來寫的哦 沒有看過就知道 這個本來就是我的那個計畫書的 把它貼上去 然後再來的話是 這是我的想法 是不是也都差不多 亮點的話 就真的是我本來的 真的很偷懶 那這裡的話 他有一些新的格子 就說我們的Skateholding是什麼 程序是什麼 然後我會用到哪些 我就用到多模態或科技化 就打勾勾嘛 那總鋼是不是都本來的 所以我就把本來計畫書貼上去 那唯一差別在哪裡 這個是我本來的教案 在這裡有沒有影片 還有問答的題目 你要把它列出來 因為教案要詳盡要比賽 所以他這裡啊 我就把我實際的照片貼上去 然後還有一些實用的照片 好 那這個是簡單的介紹我做什麼 我剛剛已經簡單介紹了 就是我的戲目是我想做什麼 這樣子 好 那照片 那這裡的話有學習目標 然後貼上一個流程圖 然後再來的話是議題融入 就是資訊教育 然後設備要用什麼嘛 那課前準備這個叫想案 想案的話他會要求我說 嗯哦 想案這是我的課前準備 我就貼上去 他們有點簡單的 那個我們學生已經很熟悉 用Chromebook 他們已經很經過一個學期的折磨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然後再來哦 我們看這裡 比較花時間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把你本來做過的東西 你要做詳案 所以我就有課程暖身 然後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然後多模太教學我就寫一下 所以我把我的台詞就寫起來 他說要寫上你的台詞最好 才證明你是全英文 所以說 我跟大家說 你可以把你要講的話 直接用這裡 工具的語音輸入 我說實話我是這樣子的 我就是那時候想 因為很趕 就是勉強趕快投稿的 加上這一塊說 你就可以開你的麥克風 然後就這樣子 Hey now students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view our unit 1 你看 你在比賽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台詞 直接用講的 然後他就變成你的逐字稿 我就把它貼上來在這個地方 好 把它拉回來 所以我的這個地方是這樣來的 真實呈現 有沒有覺得很快樂 所以善用工具的方位不用打哦 那再來的話是下一個 你看 還要做那個教室管理 所以我們要示範一下說 學生很吵啊 怎樣之類的 然後還有口頭獎賞 增進內在動機 呈現教學重點 這裡 就是照片 就是你要很真實的讓評審知道 我們有在做什麼 然後呢 這是我在上課的台詞 然後單字講解 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會用英文去解釋 我要講的英文的單字 然後還會秀圖片 然後舉例之類的 讓他們能夠理解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進行練習的話 大概是這裡 就是會噔噔噔噔 然後有一些字幕 主要就是說 我本來的教案 現在有加上了台詞 還加上了一些重點提示 因為教案教授看那麼多份 我覺得他會眼睛會花 可是他有看到你實際的照片 還有你的台詞 還有你黃色的highlight 我覺得這個可以幫助教授 比較知道我們在幹嘛 那一新聞英文主播的話 如果教授很認真 他就會點到這一份那個 哎呦 抱歉我這是無效的 然後還有我的學生的modeling 然後還有照片 我相信這樣是很棒的一個示範 另外的話 還要完成的是我的那個作業 所以我們還要後撤 wrap up 我就跟他說要做什麼 所以我把這個作業也貼上去 然後讓學生 讓老師知道說 我們也有所謂的assignment 好 那另外的話 我們詳細的有教學影片 要把網址貼上去 然後還有同儕互評 然後另外的話 學習單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看一下 兩份 那因為每個老師特色不一樣哦 像Venisa老師4月2號 會在我們inspiring分享 他就是用到全英文 用到Bandong 然後讓學生來設計他的一個菜單 或者來談論他們的東西 就是他們那一刻 便當 Bandong那一刻的東西 所以並不是像 我是比較簡單的聽講的 資訊融入的設計 可是完全看您上的課 你想怎麼做 都是可以的 只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易於多吃 我覺得非常的棒 不難哦 就是一個 照案 然後你把它改一下 你要上的內容 加一點新的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就可以了 來各位老師 這個就之前分享的 我們就是把課本的單字 然後挖空格 學生們就要填入這個答案 造句 然後還有錄音 造句接融的概念 在用之前Canva的 文字產圖片的功能 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是什麼 忘了 看一下 另外的話是另外一個學習單 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好 就這樣而已 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有學生的作品 給教授看 另外的話 還有之前的那個 分享很多遍的學習單 用到了新聞英文的 所以我是把上學期做的 再把它就是拿來投稿而已 所以這次還是要感謝我們神人 鍾如老師跟Dolphin的分享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把我要講的 大概都講完了 所以大家聽完之後 有沒有覺得全英文授課 是非常簡單的呢 不難哦 那如果大家還有一點點時間的話 我就分享一下 我這個學期做的 還沒有投稿的 哦慘了 答錯了 就是 因為現在學到了AI嘛 所以我們就想要用到的是Diffin 或者是什麼 等一下我要開一下 如果老師有4點可以先走 因為我都有錄影 這個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話 4點剛好把全英文授課 申請的我的經驗分享 跟我得獎的教案 都有分給大家了 好 那這個地方 就是計畫書可能不方便分享 那如果是得獎教案就在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開共用 看一下 對不起 可以可以可以檢視 就麻煩大家可以看一下再修改 希望大家明年就換大家 然後來申請 然後這裡的話 我要講的是 我今年做的 雖然有點失敗 因為這些都是新的 我們四個新的軟體 在一節課要讓學生全部用 所以那一節的公開關課 說實話 我覺得不太及格 可是也是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警惕 只是我還沒有時間分享 那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大家都上線 如果可以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善用兩個軟體 三個也可以 然後我在3月聲音請完 3月8號前要完成全英文授課 3月中要完成與國外消極合作計畫 那都歡迎大家好好的來挑戰一下 然後之後我會分享這個網站 來這裡啊 就是我們老遊戲 就是WordWord 然後用到心理測驗 讓學生來玩一下 跟電影有關的心理測驗 你是哪一個電影人物 增加樂趣 那這個WordWord非常讚哦 各位老師 我們都以為讓他們玩遊戲而已 其實啊 你可以像美玲老師 他用呼克海模式 所以我就用我的大平坡在上面 叫同學來做demo示範 他們就行 不夠簡單的 他們就來 學來玩 這個的話是可以 就是教完了之後 叫他們同學幾個人來示範來玩 那我覺得如果要當單字卡的話 我會用的是隨機轉盤 是這個嗎 等一下 復刻牌復刻牌 這個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拿做課後複習 其實我們可以當上課的那個跟讀 Hey now everyone repeat after me What's that? Yes pumped This one Not in the move forward This one recommend Good job And this one Good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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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es it mean? 急 所以你就可以讓同學做什麼 不習單字的工作 所以我就讓他來做我們上學上過的東西 然後再回來 等我一下 來各位老師 我想要順便來講Defit 只要給我幾分鐘就好了 Defit是一個目前免費的網站 你看下面哦 雪莉老師很偷懶 這個學習單全部都是從Defit網站直接copy過來 我挖空格 所以我們就很推薦老師您千萬不要全英文授課講那麼多話 您一定要 lecture mini activity lecture mini activity 這樣子學生們才不會睡著我認為我的學生還是很容易睡著的 所以我們就是教完了一段之後就讓他們來做這個拿Chromebook或者是載具來做這個嗎 他們就可以來看後面來猜出答案是什麼 其實答案要看Defit看這裡 可是例句就有一個streaming他們就可以知道了 那他們就打開Vocal rule來錄音哦 舉個例子就打開Vocal rule 我再看一下 然後你看哦 你就按儲存 然後就這樣我非常喜歡這種簡單白痴的練習 那你就會讓他的學習可看見 如果要變截圖的學檔 都是一個很棒的證明 因為教授真的看一本只有看三分鐘 他沒有時間去聽你有沒有錄 可是這一個很好的證明 我有錄哦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做截圖的證明 然後再來拉回來 我們看這裡 下面的話 我就用Curipart來當暖身的一個就是把插入簡報 今天先不講Curipart 然後這裡的話是CoreeBart 讓他們來跟CoreeBart來聊天 貼在這裡 可是他們做了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就設計一個框框Demo 你要跟他聊天要本課的單字 然後你要把你聊的東西 把他整個這個對話紀錄 就幫我下載在這裡 所以我就是給他這個畫面 然後示範怎麼用 用英文講 他們看得到他們都知道 那再來的話 下一個我們就會用到什麼 這裡的格子 全部都是Difi產生的 所以Difi可以幫助我們做 所謂的summary也可以做空格 課漏字都很好 那這個對我來說是assignment 之後他們回家要做摘要 所以我就是為每位學生派發一個副本 學生們就不會迷惑師徒說 老師你現在在講哪裡 老師Difi的網站在哪裡 我就說 Now everyone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worksheet Let's move to page 2 Yes this part Just click this website Difi follow me OK And 我舉例 因為我現在的話他們不用 這個Difi的話是 我要讓你們讓學生知道而已 Core英文就這樣 你就可以跟他說 Now Just click this one Core ebot Yes But first you have to sign in with your account So just log in This one 你就可以示範給他們看 他們就會知道了 他們就不會迷惑師徒了 可是還是有人迷惑師徒 所以當他們在寫作業我就繞來繞去 尤其要注意那些男孩們 他們最容易晃神 偷偷去給我看電影去了 所以我就特別注意某些孩子就可以了 有問題就在繞來繞去的時候 他們來問 學生們就會認真的做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 那 只是說這個學習單 包了四個軟體 建議大家分兩節課 每節課兩個軟體來做就可以了 否則那時候太趕了 學生們跟不上 是我自己覺得不太好的地方 太貪心 那現在請容我 我要截圖 如果有老師的話幫我截圖一下 因為我們要收了他1500的午餐費 然後我們會希望推廣一下這個 沒有我也要推廣Quizity 好 5分鐘就好了 你看 你看 Divi有夠簡單的 假設你要上光合作用 就輸入那個什麼 Photosynthesis 假設你要上Transportation都可以 可是我們喜歡這一個 我們喜歡的是課本的文本 來幫我們生出活動 所以我建議大家用這一個 再來 如果你要上的是任何的補充影片 你把影片網址貼上 也可以幫你產生學習單 還可以幫你產生的閱讀測驗 有夠棒的 再來 甚至是任何的文章 像你新聞英文就可以把新聞英文的 BBC的 那個Breaking News的網址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 我直接給大家看我做的可以嗎 因為現在我要臨時找一個文章有點難 這裡 所以大家今年要做全英文授課 我推薦大家 你就可以用到Quizity 或者是Defit 或Brisk 你的教學教授應該會學得很棒 因為你會看到學生專注的眼神 然後全英的聽你的指令 那你又不會太累 你不需要講50分鐘的課程 我們真的不用做那麼累 真的不要 我們留一點時間讓他們去 Hands on Practice才是真的王道 好 這裡 這裡 這裡有沒有 好 那我看要買資料 這裡 我拿一下舉例好了 這個 這個的用法 就是我把課文的文章複製 貼上來之後 然後他就等他Generate 他就會產生這樣 幾個例子 我就把文章產生了 我覺得我應該示範一下 那大家等我一下 這是我的那個隨身碟 所以大家說Chromebook不好用不會哦 隨身碟的話 其實他都還是可以打開我們的Word檔 都還是可以做的 那你有Office 365的話 丟在 都更可以打開更沒有煩惱 那如果說你打開 擔心在Chromebook打不開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都是 上傳到圓端硬碟 都會打得開的 好 那老師輩如果不急的話 再給我5分鐘 我們就收攤 今天的目標只想要補充一下Defit 你看啦 我什麼倉庫都放在這裡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懂大 慘了 好 那老師我就直接用說的好了 因為找一個文本 我再講一次哦 就是你打開Defit之後啊 只要把它這裡哦 只要把網址貼上去 或者你把課文整個貼上去就好了 那我有錄影 這裡 你只要選的是我們台中家商 運營科的程度大概是五年級的 外國五年級 語言 你可以寫英文 甚至連中文都可以哦 只是妙妙老師說 好像還沒有那麼的厲害 不過我就還可以 你就可以按Generate 就會產生像我現在示範的 這樣子的內容了 太誇張了 所以它可以變成一個 視性化的教學的內容 你看他就要幫我改寫一篇文章 好我把它放大一點在這裡 那甚至你不喜歡 都可以A點再把它編輯 那或者啊差異化教學 我們學生適合五年級 可是如果是特殊孩子 我們就可以給他簡單的一個 三年級的Level 讓他去做閱讀測驗 所以這個IEP的教材也非常棒 所以有AI真的可以照顧到更多的孩子 那你看這裡哦 他還有摘要 你就可以挖控格 或者讓比較厲害的同學來做排序 那再來的話這裡我最喜歡這裡 他的學習單幫我們抓單字對不對 你說這個改寫的不是我要的單字 你可以按這裡增加單字內容 如果我們在這裡的話講的是什麼單字 比如說Box Office 或者是電影方面的Jumra 你覺得他沒有列到本課單字 你就可以加上去 所以你可以隨時的做一個單字表 你有沒有發現 你哪一個字他連定義跟例句都打好了 這個例句就是很像我們學生在考的文藝智慧 就這樣 我最愛這一塊 因為我要做一個表格 讓學生來複習單字 他都幫我做好了 那甚至連閱讀測驗都好了耶 太誇張 這個不訝異 因為你會用Magic Score 你會用TradeGPT 你會用所謂的DOK 可是我最愛的是這裡 你知道嗎 我在出期末的教學的那個閱讀測驗 我現在斷考你都靠他囉 我就會把課文的文本 改寫成另外一篇文章 類似的主題 然後就把這裡列頓貼上去 就完成了 進主題 可是又有變化性的閱讀測驗 然後再來大家看一下 你就可以選的是簡單的理解 基本理解 找答案就有的 還是所謂的延伸性 也就是所謂的DOK 比較高層次的問題 所以Difit真的很棒 Vanissa老師也推薦她 的程度還不錯 那你就可以生出一個 你要幾題就有幾題 就馬上幫你生出你想要的 高層次的閱讀測驗題 那當然你要篩選一下 不過我感覺他品質非常好 然後這是我用的 對不起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 你自己發明什麼 想要做什麼 目前在我做學習單的設計 非常棒 那最美的在哪裡 這裡 因為你在Magic Score 或者是Conquer 來做的時候 Tweet 他的難題是 你要複製貼上到Dak 可是他更厲害的地方 是讓你直接套模板 他跟Google Wordspace是聯動 所以我最喜歡這種 像我們懶人就用Dak 可是有時候你要做的是 我們高中老師是不是用Go 那有時候要文字畫圖 他的表格都幫你畫好了 比如說泡泡 然後呢 這個角色的人物分析 像你在做Wonder角色分析 然後呢 這裡的話是什麼 五感還有文字的拖拉題 連這個都有 這拖拉題好棒喔 是不是你就剪了很多 那種設計框框的功夫了 所以你就可以往下滑 他大概有50幾種模板以上 我忘了多少 我看過他說的 我快嚇死了 那我們是懶人怎麼辦 我跟你說 就像我 你就用Dak 或者是用表單 他馬上幫你連動到表單 我給大家看 所以你只要給大家 把他怎樣 把這個表單網址給學生 上課才開給他們 他們施策 你就翹腳涼脆手 就可以看他們的那個閱讀測驗 理解 可是因為表單比較像測驗 比較不快樂 所以我們會比較喜歡做簡報 做活動 讓他們來上課聚精會神 所以這個來做後測也非常棒棒 在哪裡 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好所以這裡跟大家推薦一下 請大家一定要用Difid 老師到時候幫我截圖 再傳給我 因為我們要感謝Difid 這樣子 那我先講到這裡 如果老師有問題的話 再跟我說 沒有問題的話 老師就可以下線了 不好意思我是快嘴 所以如果老師們覺得說 這個比較難啊 你都可以到時候再放慢速度 我都會放在我的頻道上面 那沒有要賺錢 真的是真心分享 相信我 那如果說你不會寫的話 都可以來找 就是跟我哈拉問一下這樣子 謝謝老師 那就可以離開了這樣子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開麥克風 不用跟我說 Sherry 請問剛才的那個計畫的連結 經費可以分享嗎 經費 好 經費幹算表可以給你 可是那個計畫沒有辦法不好意思 因為我怕大家都跟我一樣的話 到時候會被罵 可以嗎 經費幹算表可以給大家 感謝 我這個是陽春偷籃版 其實很多老師 你們如果沒有寫計畫 你們應該會想要買資料 或者買焦具 你就去Google 只是他難在哪你知道嗎 你要去施德網站 一個一個條列式 條列 除非他缺貨 你列什麼就要買什麼 他不會讓你轉換的 我就會缺貨之後 我再去買別的可以 可是你寫什麼 他就是要你一定要買那些東西 要花點時間 這有看得到嗎 那可以嗎 我看一下 好的 可以分享剛才的連結 剛才的連結 我會很丟臉的把它放在我的 Youtube頻道的下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再說 所以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沒有賺錢 而且我跟你說 真的是因為去年得了施多獎 然後最近就是感謝很多人幫忙 所以我們有想說就是盡量分享 然後其他計畫我不敢建議你們寫 因為其他計畫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跟更多人的合作 可是全英文授課是真心不騙的 他就是只要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然後你再拉大家弄個快樂的社群 讓大家先從分享 彼此小PayPal的分享就可以了 謝謝